中国领导人宣称 中国坚持深化改革 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选择中国市场是金玉而不是风险 可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说 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早已结束 习近平上台后进入了逆转型 体制更加缺乏弹性 吴国光曾经参与赵紫阳领导的 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小组的工作 他说中共刚性统治发生脆断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是和平变革还是流血革命 如何改变中国的政治轨迹 是每个主动或被动卷入政治的人 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请看《纵深视角》对吴国光的专访 吴国光教授 非常感谢您接受《纵深视角》的邀请 董事长你好 大家好 你好 那我们就从1986年开始谈起 因为那一年对您还有对中国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那年您才29岁 被从人民日报评论部 借调到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 办公室工作参与中共十三大前后政治改革政策的这个研讨和制定 那组长是赵紫阳 办公室主任是鲍彤 那当时这个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什么阶段 在1980年代的整个是全世界都是改革的年代 那么在中国正是更是改革的年代 那么到1986年 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说进入了相对的这样一个深水区 当然后来还有很多艰难的经济改革 要在后来的比较长的时段里完成 但是1980年代中国最初引进 带有市场化性质的这样一个经济改革的时候 原来的政治体制完全是毛主义的政治体制 那么这个政治体制 它不仅和将要采取的这样一个市场化的经济改革难以协调 而且它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阻力 其实1986年的夏天 邓小平在几年之后 这个从1980年开始吧 他没有再提政治改革了 那么1986年他重提的时候呢 他讲的就是说 这个你这里放权 他那里收权 那么经济改革也进行不下去 实际上当时呢 这个经济改革的一大重点 或者说是整个的重点就是企业的改革 那么当时的企业 基本上是国有企业 那么这个私营企业占的比例呢 还非常的小 那么外资企业呢 当然就也是非常的小 那么国营企业的一大特点呢 它就是完全融会的这样一个 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框架之内 这个党的领导啊 这个计划经济的这样一个管理啊 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国企改革呢 实际上呢 与其说是一个经济改革呢 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改革 因为它是把这个国有的财产呢 换一个另外的方式来管理 那么国际上呢 实际上呢 这个那个时候你往北看的话 就是苏联 我们今天讲前苏联 当时的苏联 那么1985年 戈尔伯乔夫上台 就开始在苏联国内 推动这样一个公开化 那么他当然也在推动经济改革 但是他更重要的改革措施呢 就是对政治上的这样一个改变 以公开化为旗帜的政治上的改变 那么在望南看的话呢 就是台湾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蒋经国也在86年 容忍了民主进步党 这样一个反对党的政治的成立 那么实际上到了87年呢 也开始推动这个 这个系列的这样一个政治改革 那么中国那个时候呢 无论从最高层的主导政策的 像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这些人也好 那么还是一般的民众也好 和今天呢 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心态 就是非常的愿意 融入国际的潮流 非常愿意追随这样一个国际的潮流呢 使得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和文化生活 都像国际的主流这样一个来看齐 所以基本上来讲呢 1986年呢 是这样一个国际和国内的一个氛围 那邓小平他要搞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邓小平呢 他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呢 我想呢和1986年吧 这个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设想呢 应该说不完全是一回事 这是1986年 因为1987年呢 预定要召开中共的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 就是13大 那么当然邓小平呢 作为当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他是决定中共13大 到底要讨论什么问题 那么他在1986年的夏天呢 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之后呢 他就讲13大要讨论政治体制改革 那么邓小平实际上 他的这样一个领导风格呢 是管大不管小 那么他基本上不去讨论细节问题 那么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呢 他当然也提出了他的一些原则性的思考 这个思考呢 首要的就是要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提高经济的建设的这样一个效率 那么实际上呢 当时的中国的改革进入到所谓深水区呢 就是经济上的这样一个市场化的变革呢 开始使得原来国家计划经济体制 所产生的那一套权力和社会生活的安排 都开始受到冲击 权力来讲当然就是刚才讲到 这个党的这个领导体系 和这个企业的管理体系 这两个不相容 这个是邓小平呢 他非常在意这个东西 他是有兴趣 有意愿要改革这个东西 但是整个这个社会生活呢 当时也开始有呈现一定程度的多元化 那么如果整个政治体制 不能够使得民众表达他们的意愿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 经济社会矛盾就得不到化解 因为民众有话没所说 这个有情况有冤屈也没出去诉 那么这个呢 就会造成社会和这个整个统治体系的对立 实际上呢 当赵紫阳这个主持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的时候 他是非常注重的后一个方面 当然社会上呢 经过1980年代前半期的 这样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啊 这个引进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潮啊 那么还有相对来说 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啊 虽然这里面不断有起伏啊 隔一年 当时叫这个 单年自由化 双年反自由化 我现在一下记不起来啊 总而言之就是说 一单一双 每隔一年这个政治气候都一个改变 但是这个呢 说明就是来自 保守势力对于舆论的压制呢 虽然每隔一年都会试图来这么一下子 但是民间的这样一个 对于舆论这个环境的冲击呢 也是不断的在加强 那么每隔一年呢 也会推到一个新的高潮 这个民间呢 特别是知识界啊 大学生啊 那么要求就言论的自由啊 民主的参与啊 所以呢这个 1987年中共十三大最终通过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是包含了这些想法的 这个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当中 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部分呢 比如说他提出了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 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那这个在共产党这里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原则性的突破 那么你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延续下来 如果在中国将来有什么问题 进行全民公爵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重大问题经人民这个讨论嘛 那么讨论以后当然就要决定了 所以邓小平呢 他的改革的主线 就是要提高效率 使企业摆脱共产党党委的这样一个 繁琐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要求 按照经济的逻辑去进行经济建设 那么他对其他政治方面的 更多的这个东西呢 考虑的不多 那么赵紫阳作为主持 政治体制改革的这样一个领导人呢 他是多方面的考虑 这个社会的要求 那么提出了一个呢 更广泛这样一个 也可以说内容更丰富的 政治体制改革计划 那您参与制定的这个政治改革方案 在多大程度上 不予这个实施了呢 其实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 讨论过程中呢 可以说是一边讨论一边有实施 那么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呢 像刚才讲到企业改革 那么企业改革 在1984年的 中共中央的一个全会上呢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时候呢 就已经讲了要进行企业改革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已经有了一个合法性呢 要在企业推动党的这个委员会和这个厂长管理阶层 以及工人这个民众之间的这样一个权力的安排 重新做一个调整 但是呢过去很难推得动 那么当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氛围起来之后呢 实际上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呢 比如说我记得1986年这个10月呢 第一个重点的讨论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企业这个党和管理层这个关系 到底要怎么样安排 当时呢是所谓这个两张皮 就是党委书记 过去一直传统上都是老大了 那么厂长的这个经营管理权力 当时在加强 这个当时呢提了一个说法呢 就是在我们改革之前了 提了一个说法叫哥俩好 就是说你们俩都不要闹矛盾了嘛 都是共产党员嘛 这个所以党委要多想从厂长的角度考虑考虑 厂长呢也要多和党委相配合 但是哥俩好呢是完全是依赖人的 这哥俩不好呢 对那个中国传统上和亲哥俩为了分财产 打得头泼血流的多了 所以这个完全不是一个制度化的安排 那么当时呢就在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这个讨论的最初阶段 就提出说应该呢把厂长呢 放到这个整个工厂的经营管理的中心位置 那么他呢就是工厂的一个法人代表 那么这个党委书记呢 我们不好讲他不再是老大了 但是我们可以讲呢 厂长呢就是一个工厂的法人代表 就是厂长的这个一厂之长 一厂之长当时就用了这么一个说法 这实际上呢就把企业里面的所谓党政分开 就是党委不再关工厂的日常的经营管理 这边这个就在十三大之前 在全国的这个几十万个企业就推广了一步 那么十三大前后呢 在一些事业单位 特别是高等学校 包括像医院呀研究所呀这样一些单位呢 也开始推行行政首长负责证 过去在中国的大学里 当然党委书记也是毫无争议的 至高无上的第一把手 那么如果要按照教育的规律来办学 那么不是按照政治的这样一个规律来办学 那么当然就应该校长 作为专家来管理这个学校 那么那时候呢也提出了 开始有一个过渡 叫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个办法拉 你党委领导我校长怎么负责 我负不了责 所以呢到了这个1986年87年呢 就和在工厂里推行厂长负责制一样 就在学校推行校长负责制 那么这个呢也是当时实行了 在十三大开过之后 还有推行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数呢 一条就是在政府里 这个引入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呢就是过去政府的所有干部 都是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来管理的 那么你共产党是一个政党 那么政府呢是要这个一个执政的这样 对全国这个进行行政管理的这么一个系统 那么如果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来管理政府 和按照整个民众按照这个行政效率来管理政府 这完全是两码事 那么因此呢当时就提出呢 要把管理国家作为一个专门的专业来考虑 那么这样呢就需要管理国家的这样一些政府干部呢 必须有它的专业训练 必须有它的专业资格 必须呢它的这个陆入 它的晋升等等呢 这个都要有一套制度 这个就是其实全世界公行的公务员制度 或者叫做文官制度 那么中国本来在历史上是这种专业管理国家人才 这种制度的最早的一个照实者 在中国这个王朝时代就有了这套文官制度了 那么现在呢在1986年呢87年呢 不过是按照当代政治制度的运作的这样一个原则呢 重新引入文官制度 重新引入公务员制度 这个在1987年呢也开始实行了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把党委的很多管理各个社会生活 各个方面的一些专门的这个机构 给它取消掉 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就是政法委 因为我们知道呢 在1989年之后 一直到习近平上台 这个中央政法委有非常大的权力 以至于这个周永康可以这个 无非作歹到这个党魁 纵容他也好 制约不了他也好 这个总而言之 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这之前呢 这个政法委权力虽然没有那么大 但是呢也相当的大 它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下 法院是不能自己判案子的 那么一定要把案子提到政法委去讨论 说这个案子怎么判 然后政法委他们讨论了以后 那么法官就是根据这个去判 那么这里边当然就 法律就完全是 说最好听就是第二位 那么政法委的意志当然就是第一位 那么这个完全就 使得这个中国的司法呢 非常的不公正 完全是按照政治来判案 那么在1987年13大的这样一个 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呢 就提出了取消政法委 那么这个呢当时是实行了 在中共中央层次把中央政法委改组成了中央政法小组 而且呢明确的讲 中央政法小组不是中央政法领导小组 你不没有对法院 检察院警察等等行使领导的权利 你就是中共中央一个专门研究政法问题的一个研究小组 那么对我们整个这个国家如何立法等等 如何搞法制提出一些参考性的意见 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地方呢 也当时要开始实行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 当然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行 就是插合选举 我们知道这个1949年之后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 自从毛掌权以来 它呢一直是采取选举制度的 但是这个选举制度非常的荒唐 荒唐在哪里呢 就是用句俗话来讲 叫一个罗布一个坑 如果你要选五个人 那我就给你五个人让你选择 你从五个人当中选择五个人 这在语言本身就是一个讽刺 那还有什么选择吧 对没有什么选择 这个呢就叫做等额选举 就是候选人的数量 和应选位置的数量是相等的 那么因此呢就没有竞争 让你选谁你就选谁 你不选他也能选上 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1986年呢 开始讨论政治体制改革 赵紫阳就提出来说 既然十三大要讨论政治体制改革 那十三大本身怎么开 也要改革 那么这个改革第一步就是 十三大的代表应该怎么样产生呢 那么应该通过差额选举来产生 不能就说提一个名字 这些投票的人没有别的选择 就是他了 那这还选个什么劲儿 没有意思嘛 当时赵紫阳讲了一句话 我们听了也都觉得很乐 赵紫阳说 老说人家资产阶级搞假民主 我看人家假民主搞得很真 我们的真民主搞得很假 这个然后呢就搞了这个差额选举 当然这个差额的幅度呢 当时比较小比如十三大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应该不到200个中央委员 因为中央那一次是把中央委员的数量大大减少了 那么好像是5%的差额 也就是说假设选100个人 那105个人被踢出来 那么这些很小的一个选择 但是呢毕竟有了一点点 那么一步一步再往下推嘛 但是就这么小的一个差额 实际上呢也开始让投票人 就是选举人啊 选举人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原来在这个中共高层的领导的这个组成当中 就说预定你进政治局 那肯定要把你选入中央委员会嘛 但是在十三大上呢 本来预定进入政治局的邓丽群 结果他就在中央委员会的这个选举当中落选了 落选了以后这是一个大事件啊 在中共的这个政治属于中叫选举事故 这就像这个车子撞的墙上去 对啊是个事故 然后那马上这个主持会议的这些张罗会议的人 就向邓小平报告 说这个本来邓丽群 对不起啊邓丽群应该进政治局的 那现在中央委员都没选上 那不可能进政治局了嘛 那怎么办这个事情 那邓小平说尊重选举结果 那么这个就是实际上呢 你看哪怕有一点的缝隙 这个很小的一个差额幅度 也可以使得选举人能够表达一点他们自由意志 只有选举人能够表达自己意愿 我要选谁选谁的时候 这个选举才叫做选举 那这个我想呢 就是比较突出的 在1987年实行的这个一些政治改革的举措 当时赵紫阳讲了一个话 真是非常大胆 非常超前的 那中国共产党连这么小小的一点点开放都很难做到 那普遍认为就是1989年天安门六四悬运以后 这个中国政治改革完全就失败了 那您怎么看您在这个之前1989年的二月您就赴美流血了 您是不是有这种预见呢 觉得政治改革搞不下去了 我个人当时确实有这种预感 这个后来呢也找到了一些自己当时记的东西啊 和当时朋友一些给我讲的说 好像我确实是当时预感到了呢 1989年可能是一个兴风血雨的年头 实际上呢在1988年呢 这个也就是1987年10月11月中共开过十三大之后呢 当赵紫阳领导层试图这个全面的推进 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已经可以感受到 整个党内那么对于政治改革的这样一个抵抗呢 是非常的严重的 那么当时呢也可以讲呢 整个社会由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所引起的这样一个矛盾呢 到了一个相当白热化的这么一个程度 实际上经过1980年代后期的人呢 都应该记得1988年这个中国所谓龙年啊 就是恰恰是36年之前吧 今年又是一个龙年 那么1988年是个龙年 我记得当时看到这个一些朋友 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说 龙年是中华民族的本命年啊 这个所以在中国这个传统的迷信当中 本命年是一个灾难的年头 这个所以呢很多人就预判 1988年就会是一个动荡的年头 那么1988年的确实也有一系列的动荡 特别是夏天邓小平强力要推进这个所谓价格闯关 带来的物价飞帐 带来的民众蜂拥提款这个抢购等等 使得经济体制改革呢 也马上遇到了这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问题停滞下来 但是这个呢就进入到1989年呢 实际上已经感觉到改革呢推不下去 那么但是怎么走呢 整个的社会呢 这个确实呢感觉到是相当迷茫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我觉得呢 1989年 他的这样一个 1989年4月15号开始的 悼念胡耀邦开始 那么这样一个广泛的一个群众性的抗议 大学生开始 然后市民 甚至干部都参与 开始是在北京 后来我们也看到呢 实际上是遍及全国的 因为89镇压以后呢 我们很少有机会 去了解全国各地这样一些 他们抗议的情况 那么这些年呢 因为我有意识的和一些 来自国内不同地方的人聊这个东西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遇到一个来自吉林长春的这么一个企业家 他就是当年1989年吉林长春的大学生 他就讲了一下他们长春当时怎么抗议 怎么样这个到省政府面前去请愿 还有这个浙江的一个县里 这个一个经历过当时的这个场景的一个人 他跟我讲 他们县当时中学生都上街抗议了 这个是我以前真是不了解 那么这个就说明呢 其实当时呢全国呢 都有一种汹涌的民意 这个民意是要干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民意就是要推动中共呢 来进行进一步的政治改革 当时呢确实对整个施政呢 有很多的不满 当时的三个热点问题 第一个就是通货膨胀 因为物价改革带来了这样一个物价飞涨 那么使得这个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官员腐败 特别是通过这个 也是在价格改革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 特别是价格双轨制 就是要从国家计划的这样一个价格体系 转向一个市场决定价格的这样一个体系呢 这中间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关呢 就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呢 物质是非常匮乏的 大家没有积极性啊 所以中国的物品非常匮乏呀 那么按照市场规律 什么东西缺什么东西价格就会涨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转到 由市场来决定价格 那所有的东西都会花花的涨价 呼呼的涨价 这个呢为了稳妥起见 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呢 是所谓价格双轨制 就是说一部分放到市场上来决定价格 一部分由国家来控制价格 这样呢不会花的一下都涨价 但是呢这个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呢 就是国家控制的那部分价格是很低的 仍然是很低的 但是呢你只要拿到一个配额 是拿到了国家计划价格给你的配额 某种物资假如说煤炭嘛 煤炭当时非常紧俏 那么你转手 你没有见过这些煤炭 你不要运这些煤炭 你就把这个配额转手 到市场上去卖出 以市场价格卖出 你就可以取得暴利 取得暴利 那你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你有一个兄弟 是在五个省的煤炭局 当一个局长副局长 那么你赚这个钱是太容易了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权力寻租了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腐败现象 这个就是所谓倒爷 这个倒爷 这个也是当时非常腐败的现象 那么再一个呢 这样就是收入开始有差距 第三个热点问题就是收入这个差距 当时呢 实际上呢 开始有小规模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 但是那个民营企业啊 都是非常小规模的 比如说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做傻子瓜子 这个是安徽伍的一个 一个姓年的这么一个人 就过年的年 好像叫年光酒吧 那么他呢 实际上就是特别喜欢 做点小买卖 他不安心于去当个小工人啊 什么之类的 那么他就炒瓜子卖 那个时候物质匮乏 服务业很少 大家要吃瓜子也没有 那他瓜子炒的比较有特点 那他很快就赚了钱了 以至于邓小平都表扬他了 说这个听说这个安徽有个傻子瓜子 搞得不错 那实际上他能赚多少钱呢 1980年代末期 中国人一讲说 那个人不得了 是个万元户啊 就是说他有一万人民币的财产 那就是在中国就是顶级富翁了 那么但是一般的民众呢 咱不说老百姓就是农民了 就说这个企业里的工人 或者是一个中学老师 可能一个月也就是挣个四五十块钱 五六十块钱 那么你可想之间 这个差距还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再加上刚才像那种关岛 倒卖这个配额 他们赚的那个钱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可能是几万几十万 那么这个收入差距 也使得这个民众呢 有非常的不满 那么这些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呢 那么其中呢 其实一个主要的一个要求 就是进行正常的改革 就是如果你对官员的权利有所制约 那么他就不可能用这个权力 来进行这样一个权力寻租 来谋私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 这样的人有了制约以后 他不能够腐败的话 那么权力的 不是这个收入的差距呢 也就相对说来呢 都是通过劳动带来的差距呢 也不会大到哪里去 这个也不过就是这样 年广久这个傻子瓜子和一般吃瓜子的人 之间这么一个收入差距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天安门的这个学生运动 在一开始提出的就是要求 这个自由民主和法治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1989年这样一个天安门运动 它不是中国政治改革失败的一个表现 它是中国政治改革动力充沛 民众要求加紧推进政治改革 这么一个要求 但是呢 这个我们看到呢 因为这个政治改革的要求 是超出了邓小平所要的那个政治改革范围 那他要求制约中国共产党的权利 从根本上制约中国共产党的权利 他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来施政 不能够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 他要求中国的普通民众 有参与中国政治决策的这样一个权利 那么这个呢 就会打破中国共产党的一党垄断权利 这个是邓小平所不能容许的 这个呢 就出现了1989年 这个6月3号 6月4号 这样一个学习天安门的这个悲剧 那么这个悲剧应该说 是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终结 那这个呢 政治改革是彻底失败了 但是我要加一句的话呢 邓小平所要的那个政治改革 并没有完全失败 邓小平所要的那个政治改革呢 就是把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权威主义 政治上的这个党的控制 和经济上一定程度的多元化 捏到一起去 这个在1980年的时候 我们都不相信能够做到 你怎么能不能让一个多元的经济 和一个一元的政治两个一起这个运行呢 这也是为什么在1980年代 大家要多元政治 但是邓小平呢 就认为可以 那么通过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 再接下来 我想我们可能会讨论到 到1990年代 邓小平实际上是实现了这个模式的 是 我稍后我们再讨论会讨论到这个问题 那我现在先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1986年 您当时还是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时候 您写过一篇这个本报评论员文章 标题是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 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我之所以这样问 因为说是改革开放前期啊 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也是一度高速的发展啊 那因此有人得出结论说 这体现了专制体制的优越性 您现在怎么看 谢谢您对这个过去的这些情况的了解啊 花了功夫做这个了解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实际上是很啰嗦 就是没有社会主义民主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其实我当初写的时候呢 写的是没有民主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当然社会主义现代化呢 这个呢没有办法把它改 因为当时中国这个领导层提的就是在中国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 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现代化究竟有什么区别 那么他们也没有做一个界定 那我们就是当时含魂的这么用 但是我写了这个没有民主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文章之后呢 当时我们的这个报社的第一把手呢 就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里去 就说你这个话是从哪里来的 这人民日报要发一篇这样的文章 那么没有来自高层的出处 那么社长当然就是很担心 那么直接提民主这个东西行吗 这个我呢给他讲呢 我说这个话呢我出自邓小平文选 那我就把邓小平呢 那个时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还没有出版 但是呢又印了各种各样邓小平的言论的小册子 那么邓小平呢曾经在一个场合讲过 就是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那我就把这句话找出来 指给他看 他看了以后呢他就点头 他说哦哦那好 结果呢最后呢他还是在那个民主前面 加了社会主义四个字 他说还是这样吧这样更保险一些 这个实际上呢我们当时讲的民主呢 不管是不是加社会主义这个词 那么从我参加这个刚才我们讲到 1986年87年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来讲 我们当时提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也是社会主义民主 那么当然呢我们理解的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呢 就是说民主都是一样的 那呢不加社会主义四个字呢 在中国可能通不过 对于我们来说呢这就是一个红帽子 这就像你在中国办私营企业 1980年代你也要找一个挂靠 这个就叫做红帽子企业 听上去说它可能是一个乡镇企业 甚至是一个公办企业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私营企业 那这就是在中国那是那样一个政治条件下的 不得不加的这么一个红帽子 但是我们的红帽子底下呢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理解的就是民主这两个字 那么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好 就是说实际上呢 在1980年代呢我们相信没有民主呢 中国是难以实现一个这个现代化的 但是呢1990年代以后 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高速的这样一个 所谓经济奇迹 那么实际上呢我想呢 这里面呢就是带来的这个 你刚才提的问题 就是是不是权威主义 政治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那我想这里面呢可能有几个层面可以讨论 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人类历史 我说的是近代史 那么它的这样一个 现代工业革命以来的 现代化的经济发展 首先都是在民主国家发生和发展的 也可以讲呢到晚近之前 都是民主国家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 那英国作为领先的国家不用讲 那如果讲只有政治的专制统治 权威统治才有经济 现代化的这样一个优势的话 那么可以讲 美国自建国以来就是民主 它永远也实现不了经济上的 这样一个高速度发展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不是一个历史事实 历史事实是呢 美国是不仅是当今 世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这么一个国家 那么它也是在整个现代化发展当中呢 持续领先的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可以讲呢 没有民主制度 就没有美国的这样一个现代化 那么当然呢 我们再看过去在1970年代 1980年代 很多人所诟病的就是说 你看印度有民主 但是怎么样也实现不了现代化 它的经济发展很糟糕 但是我们看到呢 实际上最近几十年呢 印度的这个经济发展呢 也是非常的飞速和稳健 那么民主制度呢 和经济的这样一个高速发展 繁荣 现代化之间 它的这个compatibility 它这个糊荣性 这个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呢 可以讲 是已经早就多次被证明了的 民主绝不会有害于经济发展 这个呢 是基本的一个事实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 在没有民主 照样也可以有 这个经济的发展 高速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呢 这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这个1990年代以来 中国的这样一个所谓奇迹 那么我想中国呢 它有这样一个 第一讲 讲它的机制 我想呢 它有一个特殊的机制 这个机制呢 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讲 一个方面就是国内的 国内呢 就是1989年 天安门镇压以后 实际上呢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 马上掉了下来 我们现在这里 没法展示这个图表 实际上你现在随便到网上 去搜一下 看一下就是 1970年代以来 中国的每年的经济增长 这样一个增长 增长速度的话 你会看到呢 1989年 1990年 那个地方有一个 非常低的一个低洼 对啊 这个一个低洼 那么1990年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 大约是4% 还是5% 在一个健康的经济里 4% 5%的年增长率是很好的 但是在中国那样一个情况下 你会看到 自从1978年开始 基本上都是9% 10% 那么为什么单单在1990 1991会这么低 在实际上呢 就是89年的六四增压 带来的经济后果 但是呢 1992年年初 邓小平看到了这个情况 很着急 他又来了一个所谓南巡 1989的镇压 加1992年的南巡 这两个东西结合到一起 造成了中国内部的一个 特殊的氛围和机制 这个氛围和机制就是 闷生大发财 不要说话 不要讨论政治 不要批评政府 能发财你就去发财吧 那么如果你讨论政治 马上面临牢狱之灾 那我不讨论我就去发财 政府现在就鼓励你去发财 八仙过海 隔险其能 你有权利 你就用权利 你没有权利 那你就去搞别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至于你什么都没有 发不了财 政府呢也觉得你活该 那么这就是 1989年 这个1990年开始呢 中国内部的这样一个 这个呢可以讲是 中共政权和民众定立的一个切约 社会切约 这个切约就是说 我用枪指着你的头 1989年掏出枪来指着你的头 就是说 你现在给我发财 我就不管你 别的事你给我讨论 我现在枪就置在你头上 那你不得不接受这么一个切约 那么这个就是 内部的这个 所有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 能力 智慧 什么都不能做了 只能去挣钱 那当然挣钱的动力非常之大 这是国内机制 那么还有一个国内 国外机制 国际环境 那么1992年 邓小平南巡 非常强调引进外资 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 领全球化分歧之间 那么接下来就是苏联的垮台 这个东欧当然在这之前 共产主义政权也垮台了 那么苏联东欧政权 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 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 和后冷战全球化 这样一个时代的开始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迅猛的全球化 那么从1990年代初期 一直到这个大约 五年以前 十年以前 这个整个这个几十年的全球化呢 中国可以说领了分歧之间 在这一点上 邓小平又先见之明 那么中国由于他的 这样一个政治专制 他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 经济竞争中 获得了某些优势 这个优势在哪里呢 就是全球化之前的 这样一个经济竞争 往往是在不同的国家内部 我们会看到呢 那个时候基本上来说 就是中小企业呢 是比较发达的 那么在一些国家呢 会有垄断企业 但是如果是民主制度 那么民主制度会制约垄断企业 那么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现 那么你在全球这样一个大海当中 来进行经济竞争 那么小船就不太起作用了 那么大船就越来越起作用了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1990年代中期开始 全球企业的并购 是飞速的这样一个增加 我也写过一本 讲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的这么一本 英文专注 那么里边呢 有这个图表 你会看到 在1990年代之前 全球企业并购 那个数字是非常低的 那么从进入1990年代中期 那是飞速的增长 为什么呢 比如说以美国的航空公司为例 在1980年代中 美国有很多大的航空公司 至少七八家 那么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 现在基本上就是联航了 然后西北在哪里 早就不存在了 美航现在已经很小了 American Airlines已经很小了 然后就是一些地方性的小公司了 什么西南阿等等这样小公司 那么全球的范围的 美国航空公司 基本上可以讲 就是联航一家了 美国这么大的一个航空大国 都是这样高度的垄断 那么实际上呢 中国呢就占了这个便宜 为什么呢 因为在没有全球化以前 中国的大国有企业 它的改革 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这么大的国有企业 怎么改革呀 卖也卖不掉 分也没法分 这个按照国有的这套东西来操作 是非常没效率 但是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后半期 到了21世纪 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再也不讲国企改革了呢 因为中国的国企都是巨无霸 那么这个东西呢 拿到国际上去 当然是有竞争优势 那么再一个竞争优势呢 就是中国的这样一个专制政权 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国内市场有准入权 对 你要到美国来投资 你只要不违反美国的法律 你来投就是了 你不需要美国政府特别给你一个批准 但是你要到中国去投资 是吧 很简单呀 Facebook到现在进不了中国 是吧 Google到现在进不了中国 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市场 为什么它不进不了呢 中国政府对它有一个正常的审查 对 那么对这些信息企业有审查 那对别的企业照样可以有审查 我想让你进你就进 你不想让你进你就不能进 那我想让你进 你就必须和中国政府合作 那这样呢 就是说实际上呢 这样一个中国政府对中国市场的准入权 就使得它在国际政策中呢 也占据优势 从经济的方面 它可以提出对中国经济有利的这样一些因素 那么从政治方面 我们看到就更多了 它可以使得这些大企业必须向中国政权磕头 然后呢 接受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些这个政治条件 这当然是政治方面 经济方面呢 也有优势 可以讲 是由于1990年代特殊的这样一个 全球化的大环境 才使得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专制 有了一些经济竞争的优势 但是我们看着呢 这种经济竞争的优势 它其实带来非常大的弊病 这个呢 可能要讲究太长 那我不讲 但是这些弊病呢 就使得 中国的这样一个 这种竞争优势是没有持续力的 当全球化开始出现这个逆转 当这个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 中国利用这个东西占很多便宜 我们就会发现 这种国际的联系一旦出现断裂 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 马上就增长发力 这可见单靠专制政权 是没有经济发展有势的 那吴教授 大部分的分析指出说 在这个邓江湖的时期啊 中国基本上还是沿着改革开放的路在走 一直到了习近平时代 特别是习近平的第二个人期 那这个改革开放就完全中断了 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那习近平是要回到毛泽东主义吗 对 我其实不太赞成刚才前面所转述的这个判断 我的判断是2001年中国改革结束了 这个东西呢 我从2002年就开始讲 2002年呢 我就看到了这个东西 我就讲中国改革终结了 基本上朋友都不赞成 来自中国的朋友就会说 经济改革结束了 还会进行政治改革啊 政治改革之外 还有社会改革呀 等等 那么我是会讲 你不要对政治改革抱希望 是不会进行政治改革的 这个实际上呢 这个事情对我个人来讲呢 我觉得很悲哀 为什么 就是说 这个黑格尔有句老话 叫做 密纳发的猫头鹰 总是在黄昏才会起飞 就是密纳发是西方 罗马神话中智慧的象征 那么他的这样一个动物的象征 就是猫头鹰了 就是说智慧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这一天都过完了 黄昏了 这个智慧才出现 我这个关于中国改革 2001年终结的时候 就是在黄昏出现的 已经2002年了 改革这一天都过去了 第一次第二次 这改革这两月都翻完了 我得出了这个结论 但是没想到事过20多年 对 现在这个天已经黑到 不知道在什么程度了 对 就不是黄昏了 但是大家都还没有接受 这个看法 这个大家对改革的反思 还没有能够达成这个 就是说中国改革 已经终结的这么一个共识 但是你刚才讲到了 到了习近平时代 大家觉得确实是 改革确实是 看来不会再进行了 至少是中断了吧 那么我觉得呢 就是说 实际上中国在2001年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他讲什么呢 他讲的是中国模式 模式都已经形成了 还有什么制度改革呀 所以呢 在那以后呢 可以讲 十年当中 是一个改革红利年 从2001年到2012年 大体十年 这十年就是中国 于前几十年的改革 那么不断地 吃到它的红利 经济的发展 加入WTO以后 确实呢 又飞速的这样一个经济发展 但是 有没有真的按照 世界贸易组织 这样一个要求 把中国的制度 又进行了一番新的改革呢 都是小打小闹 至于立写法 哪个国家每天都在立法 这个不能叫改革的 那么 结果呢 到了2012年 习近平上台 红利时代 也结束了 那就进入了一个叫做 怎么讲的 逆转型吧 大家叫走回头路也好 开道车也好 那我用一个稍微学术一点的语言 就叫做逆转型 这把过去转型带来的那个东西 现在再开始 再反过头去 再倒回去 所以你问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说 习近平他要回到这个毛泽东的那一套吗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 他想 他想 那么 但是他能不能回到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至于他为什么想 我想先讲 他为什么想呢 就是因为他看到了 经济上的这样一个开放 市场化 带来的相应的 社会一定程度的多元 甚至文化领域 这个观念领域 传媒领域 舆论 也必须一定程度的市场化 这个和共产党 一党专制 这样一个政治安排 是难以相容 邓小平呢 当年是相信 这两个东西是可以捏到一起 他可以在 共产党的一个强力控制下 来采取市场 相当多元的这么一个安排 那么 但是呢 这中间的矛盾呢 我们看到 后来是不断的在增加 不断的在增加 那么这个 这里面呢 这个矛盾既有 社会高度的这样一个不公 由于权力集中在 一个小集团手里 那么大多的人 不能参与权力这样一个决策 所以呢 权力是什么 权力就是我能得到多少财富啊 是吧 那么 所以社会大众 明明创造了财富 但是在财富分配当中 没有发言权 因此呢 中国的这个 巨大的国民 国民经济财富呢 不能够分配到 每个国民投上 投上去 然后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 比如说 一些和民生 直接相关的这样一些行业 比如说医疗 比如说这个 这个养老 甚至还有教育等等 这些东西呢 都没有随着中国 经济的这样一个繁荣呢 产生相应的这样一个 汇集每一个公民的 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使得民众的不满 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基本上 我刚才讲的这个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 这个改革红利阶段 会看到各种各样的 所谓群体事件 那么习近平看到了 这些东西 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威胁 因此呢 他就要把这个 那他用什么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只能去学毛的办法 只能去学毛的办法 但是问题毛的那样一个 政治上的办法 是和完全没有市场经济 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现在呢 习近平我想面临的挑战 就是 我怎么样 既能用毛的办法 那么还能用这个市场经济呢 因为没有把它掐死 还能创造了财富 你会看到 他不断地在这个经济上的 这种纠结就在这里 当他搞的时候 那中国经济就下去了 你打击民营企业 你觉得民营企业 是对共产党的一个权力的威胁 那中国的经济就下去了 下去了以后 再不断地讲 我是相信你们的 我拿你们当自己人 但是没用 谁相信你 那你把民营企业完全掐死 然后你的经济还能再发展吗 对 我觉得呢 习近平 我就说 他可能想 他应该是想回 但是能不能回 中国毕竟已经经过了毛后 几十年的这样一个发展 如果习近平个人的意愿 可以决定这一切 那今天中国就可以回到 用来今天 五年以前 中国就回到毛泽东时代了 但是呢 习近平个人意愿 不能决定这一切 那么整个中国 这个市场化时期 两次改革时期 形成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利益呢 应该还在那里 就是说 哪怕是权贵资本也好 一般大众也好 受到这个习近平 这个开倒车的逆转型的 这样一个负面后果呢 都在试图表达自己的利益 这一场博弈 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那习近平相信他会胜利 可以回到毛时代 但一般的大众呢 现在也觉得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希望 但是我想呢 这个抗争还是在的 你出于你的本能和权利 你要抗争啊 所以呢 未来的中国 就是说 会不会真的完全回到毛泽东 那个时代 我的个人的看法呢 就是说 应该不会完全回到那个时代 您觉得在这个中国 现在的政治体制上 会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党内还会出现像赵紫阳 这样的自由派吗 我想不会 对 这个实际上 在苏联出现格尔巴乔夫以后呢 当时呢 我们在海外也讨论过 就是说中共会不会再出现一个格尔巴乔夫 实际上在过去一些年里 当西方人和西方的资本和中国的中共政权合作很好的时候 他们不断地赞扬说中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 我这里补充一句呢 其实每一个中共的政客呢也都非常善于学习 学习什么呢 学习如何拿到权力 保障自己的权力 所以他们看到了格尔巴乔夫的下场 也看到了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场 我想呢 他不会再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物 当然呢 就是说这还不光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就是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制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胡耀邦赵紫阳在 他们要搞改革都失败了 邓小平要搞那样的改革就能成功 为什么中国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我想根本上还是一个中共 你刚才讲的这样一个集权体制 或者说在整个邓江湖时代 从过去的集权体制 向这个带有集权主义遗留色彩的 威权主义体制转化 那么现在呢 再重新逆转型 再加强它的集权主义色彩 弱化它的威权主义色彩 整个这套体制 它有一个根本的特点呢 就是中国共产党 对于这个中国权力的这样一个 一党的绝对的垄断 那么这个垄断呢 不容许人这个 不要说挑战 也不能质疑 甚至不是质疑 你也不能提问 也不能评论 也不能评论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 这样一个体制呢 它就是说 在刚性和粹性之间 它缺少变革的弹性 实际上我们看到 胡耀邦那个时候要改革 那么当这种政策出来以后 学生感觉着有空间 他们就会上街 这么发生1986年血潮 那么邓小平马上就感觉到说 这是要推翻我们政权了 然后就把胡耀邦搞掉了 赵紫阳在1986年 87年推动政治改革 带来了1988年 这样一个宽松氛围 然后1989年 学生呢 也是说 我们支持共产党搞改革 我们要的东西 和你共产党提出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没有人提出 要推翻共产党 是吧 1989年的学生运动的 基本的口号 都是要 这个和共产党 那个文献里写的词 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是要你实际做就是了 但是邓小平马上觉得说 不能再推了 再推我们就垮掉了 那么他们这样一种 在权力的这样一个掌握上 掌控上 近乎神经质的 甚至是一种 这个叫做 这个妄想狂的这么一种 一种偏执 那么就使得这样一个体势 就是说 你本来觉得这个事情 我做了以后 使你的体制更有弹性 有好处 但他会觉得说 那你把我搞垮台 那么这种 完全没有这种弹性 所以我们会看到呢 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 中国的这样一个民间的空间 社会空间 是急剧的收缩 是收缩到现在 基本上你就很难在中国 发表一个独立的看法了 我想他们的最后的一张牌 就是全面维稳体制了 实际上这个维稳体制呢 是1989年以来建立起来的 所以呢 我说邓江湖时代 实际上呢 他也是一个 有限改革年代 是吧 他也是一个 就是说 在维持住共产党 一党专制 而且加强这个 一党专制情况下 给你经济空间 但是呢 他现在觉得 这经济空间太大了 这个经济因素太活跃了 对外关联太密切了 这个都会威胁 所以那个时候的建立起来的维稳体制 那么现在呢 就越来越发展了 习近平为了这个 加强维稳体制 从这个 所谓风桥经验 一直到这个动用互联网 等等的手段都用了 我想呢 共产党呢 他相信就是说 政权是一个 所谓镇压之权 这个政权是一个 暴力来维持的东西 那么他们就相信呢 用这个维稳体制 用这个暴力来维持住这个东西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呢 由于他的经济发展 受到严重的影响 那么他过去通过 物质收买中国民众 这样一个建立的 假的合法性呢 现在在消失 你要说你进行思想教育 那么现在呢 共产党的洗脑呢 可能再加强 这个可能呢 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人当中 会建立一种合法性 认为说这个政权 怎么样 就是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也好 经济上这个成功也好 等等吧 那么这也可能 但是最终呢 我想呢 就是你这种合法性的 是不能持久的 因为它都是一个虚假的合法性 那么最后就是靠暴力 那么这个暴力呢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能够持续 比如说经济很差了 你有没有足够的财力 来支撑你这个庞大的镇压机器 我们都知道 这个明末 这个李自成 本来也是体制内的 当然体制很边缘了 就是给这个 就像现在 今天的这个辅警一样的 中国的警察部用的 搞了一大堆辅警 这个辅警就是 随时让你来干活 随时把你踢走 现在中国已经开始进入 让一些辅警发不出工资 然后把辅警赶走了 那么如果这个辅警里边 出现个李自成 那这个情况 就有点像明末了 但现在还没出现了 总而言之呢 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样一个 由一个党 现在又集中到一个人 来垄断政权 这个从常理上来讲 是不能持久的 中国有十几亿人 为什么十几亿人 只能听一个人指挥 那么这个怎么可能持久呢 所以我想这个体制 它要么是刚性的 到处都控制住 那么要么就是脆性的 那就是脆断 那么如果要 大家不希望看到它脆断 也不希望看到它 这么刚性的控制 那么就是呢 实际上只有抗争 才能够增加它的弹性 抗争到最后 无论是改革 还是这个和平革命 这个呢 都是可以打开一条新的道路 那您认为中国民主化出现 李自成这样的人 脆断的可能性更大 还是渐进式的可能性大呢 未来的这个政治发展呢 它一定是各种合理的作用 我想呢 这个东西不像自然界的一个规律 就是说 你像一个会星 你判断它说 一百年以后 它走到一个什么地方 它不会听到这个话 就改变这路线了 它还会那么走 那么这个社会政治过程呢 我们今天可能讲了这个东西 影响了这一部分人 影响了那一部分人 然后人们的想法不断地在改变 最后它的合力呢 是推动一个结果出现 那么我想呢 如果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血腥的结果出现 那个也不见得就是说 能避免血腥的结果 但是呢 如果你不愿意 但是你也在想 怎么样才能避免 那么这个呢 就有可能避免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中国未来的这样一个 它这个政治 到底发展轨迹 是什么样子呢 这不是一个能够 就是说单一因素可以决定的 一定是中国现在 各个这个社会群体 甚至包括国际的 这样一个各种因素 最后大家怎么样 就是愿意看到一个 什么样的中国 对 你如果愿意看到一个 就是宁愿习近平 一个人作威作福 那么你哪怕掌握了 巨大的财富 那你也就是说 逆来顺受 那你选择看到中国 一定就是一个 逆来顺受的中国 是吧 那习近平一定就是愿意 作威作福的嘛 对 你现在有这么大的财产 你就宁愿被他收 没收掉了 你也不愿意做什么事情 来支持另外一种发展 那当然你就会往那个方向走 比如说白纸运动出现 就改变了习近平 这样一个 这个动态清零的 这样一个疫情政策 那么改变了以后 结果不一定好 但是如果你接下来再抗议呢 对 那么可能就可以再改变 它下一个政策 所以我总觉得呢 就是实际上 政治的过程呢 总是每一个 无论是主动 还是被动卷入政治当中的 每一个人的选择 最后一个集合的过程 这个如果是中国人 都不愿意看到今天这个局面 也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呢 导向未来一个脆断 这样一个暴力 甚至流血的局面呢 就是说大家都来想 就是说怎么样才能 不走向那么一个 那一个悲剧的结果呢 大家不要说 十几亿人都想了 这十几亿人里面 有百分之一的人想 十分之一的人想 我想这个结果 就可以按照大家 共同想的最大公约数 那个方向去走了 非常感谢您吴教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谢谢